我们离家的日子,他们还好吗? 高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尽自己的能力考一个远一点的大学,越远越好。 后来终于到了那所离家几千公里的学校,终于可以自由做习,为所欲为。 再后来,留在了那座陌生的城市里工作,生活。 但不久,我们终于生了一种病,它叫想家。 龙应台曾经写道,父母亲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人而言, 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 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 但是,房子就是房子。 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 在外地的我们,眷恋着父母这所旧房子带来的一切,包容和温暖。 我们如此地爱着它们,但爱并不是认识,也不是了解。 比如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我们离开家的日子里,爸妈过着怎样的生活。 它们节约而简单,说话不多,发呆不少。 它们的生活,远没我们在家时那么丰富多彩。 妈妈的一盘菜,可以吃很多甜。 瑞说,每次我回家,妈妈总会一大早就买好鸡,然后加很多的补品去炖。 我一只脚刚踏进家门,妈妈就会说,又瘦了。 然后陆续将大鱼大肉买回来。 当我看到一盘不新鲜的肉,问怎么还留着时, 妈妈却说,没事,一个人,吃不完就放到冰箱里,反正也不会坏, 一盘菜可以吃很多甜的。 昭阳说,家里有了电脑,可以和爸妈视频聊天。 因为硬件的关系,只能看到视频,没有身影。 我只能打字跟他们沟通。 爸妈上岁数了,屏幕上的一句话,我能感觉到他们看了半天, 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 明年,我就要结婚了,妈妈说,结婚了就不能回家过年了。 说今年不回去,以后真月初三前,就不能回去了。 你也许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什么时候回家,你爸想死你了。 有空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嘿,兔崽子,是不是把爸妈忘了? 儿女是父母心头的一块肉,长出来了,就永远也无法割舍。 家里,我们的房间,甚至放在床头的书,爸妈都不乱动, 说是感觉那样像是孩子还在家里似的。 这两位老人,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习惯于把我们一次次地想起, 把思念一遍遍地温习。 按说,爸爸妈妈连偏音都不记得了。 手机是用我的旧手机,手写的。 平时,他们一个月也没几个电话, 但在我离开家以后, 他们两人去到哪里都会带着这部手机, 就怕错过我打给他们的电话。 若然说, 有天一大早, 我妈打电话来说, 你爸昨晚十点半, 说想你了, 非要打电话给你。 我跟他说, 你睡了, 他才答应今天早上打。 你可知道, 全中国增加的手机用户中, 有几亿是离不开儿女, 时时惦念儿女的父母。 父母老了, 爸爸不再是那个把我们高高扛上肩的年轻小伙儿, 妈妈也不再是那位干家务, 麻利十足的年轻美女。 老是一种让人伤感的事情, 但他们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 总是说自己一切没问题。 他们每次电话里, 第一句话总是, 宝贝, 你好吗? 家里一切都好, 不用担心。 其实你不知道, 没有你在家的日子, 他们过的, 并不容易。 问说, 我的爸爸年轻时就很想要一个儿子, 他说等他老了, 家里还有个有力气的人, 帮着扛米, 扛煤气上楼。 他是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 但儿子长大后读书了, 就再也回不到他的身边了。 今年爸爸五十多岁, 以前一手抱我, 一手还能扛一百多斤的米。 现在, 每次去买米, 都得叫上妈妈, 两位老人一次买四十斤的米, 都要轮流, 拖着回家。 Jack说, 印象中的老爸, 一直是个能手, 什么都难不倒老爸。 后来, 上学, 工作, 一直都在外地。 直到有一天, 在网上聊天的时候, 教他们用Gtalk, Gmail, 那些东西。 我给他讲了一遍, 他没有明白。 我又讲了一遍, 他还是没有太懂。 当时, 我补上了一句, 急死我了, 半天都冒不出一句话。 然后, 我看见屏幕上, 正在输入的提示停下了。 过了很久, 屏幕上冒出来一句, 儿子, 你别着急, 爸爸老了, 反应不过来了。 把动作放慢一点, 等等他们, 问问冷暖, 就像我们小时候, 他们对我们一样。 一个人在外打拼很辛苦, 那是自己选的, 就自己承担。 只是, 累了, 就回家吧。 爸妈, 永远高兴, 为你多天赋晚快。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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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时候我总是起得那么早 总能看到鸟儿在舞蹈 我穿着节拍的上衣 红领紧在胸前飘 每天下午的五六点 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 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 她的声音越来越远 时光一晃就三十年 我们早已变了容颜 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 我想回答那一天 那时的天是那么朗 我的笑容那么灿烂 送别的歌手还在耳朵 我想回答那一天 我走在上学的路上 又看到火红红的太阳 我现在看到红那样的感觉 跟小时候不一样 月亮又靠在我的枕头上 我又想起窗前明月光 想起了妈妈的一双手 还这么轻声唱 时光一晃就三十年 我们早已变了容颜 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 我想回答那一天 那时的天是那么朗 我的笑容那么灿烂 送别的歌声还在耳朵 我想回答那一天 我什么时候不要再往下 看看我 你能这么说 你能那么 wenn我想回答那天 你能这么说 那天你能看到那些 我不会答我 我就想起来 我太久了 时光一晃就三十年 我们早已变了永远 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 我想回到那一天 那时的天是那么热 我的笑容那么酸辣 从别的歌声还在耳末 我想回到那一天 Zither Harp 如今我也耳力之年 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 我爸和我妈 也渐渐地牢去 好像就在一瞬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